刘培燕的英文教室简易表达篇第28集 现在有10个YouTube频道 那么来看看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这些句子大家就会了 海洋中有许多生物 我们可以讲 There are many creatures in the ocean There are many creatures in the ocean 我车子没有了 My car runs out of gas My car runs out of gas 道应是非法的 Piracy is illegal Piracy is illegal 不要随出小便 Don't appear as anywhere you like Don't appear as anywhere you like 这位公主嫁给王子 The princess marry the prince The princess marry the prince 我老师是个有原则的人 My teacher is a man of principle My teacher is a man of principle 你记得他的名字吗 Do you remember her name Do you remember her name 这种治疗法真有效 This remedy works This remedy works 请提醒我要打电话 Please remind me to call Please remind me to call I fish in the river I fish in the river I fish in the river 这是我十个YouTube的频道在这里 都是用本名 那我们再念一次 那一般程度还可以的 大概就会了 程度不怎么样的 你多看几次也会了 There are many creatures in the ocean My car runs out of gas Piracy is illegal Don't appear anywhere you like The princess married a prince My teacher is a man of principle Do you remember her name This remedy works Please remind me to call I fish in the river 这个生物呢 我们常常念说 念成create create 它不是 它是creature creature creature 那有些类似之 我们常常念说 像铁 我们一般念 iron I-R 欧文念成iron 其实它念 iron iron 或者 咖喱 印度阿 咖喱 或者人 叫凯瑞 一般念成curry curry 它不是 它念curry curry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下次如果看到外国影片 新闻等等 或者老外讲话 你注意一下 它是念creature iron curry 那ocean是海洋 海最大 比 不 洋最大 ocean其实应该说洋 太平洋 大西洋 它是洋 它不是海 海是sea 洋 ocean比sea大 这是不在陆地上的 在陆地以外就是最大是ocean 其实是sea 东海南海 北海 比洋小 然后内陆呢 我们就 lake 湖 或者river 河 或者再小一点 stream 溪流 就是有大有小 这样子 车子没有 my car runs out of gas runs out of 就没有了 用完了 out of在外面 或者没有的意思 那gas这个字呢 你说它不是气体吗 煤气啊 什么气体啊 那它也可以是 当汽油 所以gas 所以你看那个加油站 汽油加油站叫gas station 它不是加气站 它加油站 所以gas 它也是汽油 也可以是气体 所以它有两个意思 但像一般都用gas 就像那个drug 我们以前是drug druc是药 可现在不太用drug 没有medicine 为什么drug 它现在慢慢用成毒品 毒品 但是有些字还是 没办法 就还是用像drugstore 药房 但是一般像drugstore 就是有点像去城市那种 也卖一点 其他的什么健康食品 保养食品 叫drugstore 有点像白货 有点像杂货店 可是是比较偏向于 那个美容啊 医药啊 那方面的drugstore 那如果真的存药房 就pharmacy pharmacy用那个字 刀印是非法的 我们说这个不是海盗吗 海盗是parate 海盗的行为叫paracy 它也是盗印 你看有个盗字 就叫海盗吗 就是偷别人 抢别人的东西 叫海盗 所以当初 有盗印 盗刷的时候 老外就把它借用 把海盗借用过 就很难听了 所以paracy 海盗 或者盗印的行为 parate 海盗 或者是盗印者 illegal 就是非法的 那你说合法 就是legal 把前面 il 所以英文字首是il un啊 arm 或dis啊 dis 这都是表示负面的意思 所以合法的是legal 非法是illegal 所以盗印是非法 paracy是legal 不要随着小编 我们说这个很多人 就是学英文 学有很多人 就是大编小编 不会鞋带 不会鼻梁 不会鼻孔 不会 这一大堆 最简单的 不会 小编就piss 但是如果后面加个off off 就piss off 就走开 走开的意思 所以我们讲一个 比较脏话fuck 可是fuck off 就不是那个意思 是走开 滚开 fuck off piss off piss off是生气 piss off 生气的意思 那光是一个字piss 就是小编 down piss anywhere you like 好 这个公主呢 就是princess 你看这两个很像 本来是 王子 prince 那公主就加一个 你看p-i-n-c-e 加一个ss 就是princess 它不是王子的负数 不是 王子的负数 就加一个s 两个s就是princess 那国王就是king king 那个皇后就是queen 女王也是queen 皇后跟女王 是同一个字 都是queen 那我们说床仆呢 特大号就是king size 国王的size 那次大号呢 就是queen size 就比一般的 再加大一点 最大king size 第二大的是queen size 所以国王 皇后 王子 公主 这些 我老师有原则 principal就是原则 有原则 a teacher is a man of principle 那你说 我老师是一个 没有原则的人 我们就可以说 my teacher is a man without principle 或者 is a man of no principle 就没有原则 可以我们加一个 of no 或者without 没有解析词 without 解析词 principal就是原则 很记得他的名字吗 do you remember her name 名字 是这个name remember记得 这个就比较简单 那这种治疗法有效 remedy就是治疗 治疗 remedy治疗 或者治疗的方法 work 一般讲工作嘛 它也可以当名字 也可以当动词 名字 这个工作啦 任务 那work就是 就是也是工作动词 动词 那它还有一个意思 有效 work 起了作用 所以当字面上 变成说 这种治疗法 在工作 这样我们解释不通 就有用 起了作用 works 也可以当名字 也可以当动词 works the remedy works 所以我们可以记住 治疗 或者治疗法 remedy 那如果说 我们说 那个像疫苗 新冠肺炎疫苗 它不是治疗法 它是疫苗 我们就cure 或者解决的方法 用cure cure就是疫苗 就是可以上死病毒的疫苗 cure 那病毒就是virus virus 提醒我 要remind remind就是提醒 当然这边后面 可以加个later 稍后 please remind me to call 稍后 所以我们打电话 call 或者去叫人家 也是call 所以我们在切电话的时候呢 你不要说我是谁 你要说this is 比如说我名字叫rano this is rano speaking 这是rano在讲话 而不要说 this is me i'm speaking 我们不要用this了 this is rano speaking 我们要讲我们的名字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讲电话礼貌就说 他不知道你在跟谁讲 所以你一定要说我是谁 谁在讲话 而不是说我 那不然他说我 我是谁呢 对不对 你说我是男的 天气 搞不好 你家里还要跟爸妈 跟儿子住 搞不清楚 所以一定要说 this is david speaking 或者女的 this is mary speaking 这个打电话的时候 他的基本的讲法是这样 那我在河边钓鱼 i fish in the river 他说 怎么会在河里面钓鱼呢 他这个为什么 我们中文讲 在河边钓鱼 这个听得懂 可是英文呢 我在河里面钓鱼 不是 我是钓河里面的鱼 当然 有人钓鱼真的是 站到河里面去钓 也有 穿了个裤子 防水裤 那一般就说 我是在河边钓 可是我是钓河里的鱼 所以用 a fish in the river 但是人 不一定是在河里面 可能在河边 当然有人 穿了个防水裤 到里面去钓鱼 也有 所以我们这边 用最简单的方式 照这个句 让大家很快的 马上立马 就学会要怎么讲 那我们为什么 为什么后面要花时间 讲一些方方面面 这样子就是把我们的 学英文给灵活一点 就是 不要光是讲这个字 然后这个字 还有其他什么衍生意识 我们顺便讲一下 这样子我们英文才活一点 才学的活一点 灵活 就是语言 不要死 要活 一个字有很多意思 一个字有很多词性 不同的词性 还有很多的 还有同一字 同一个观念 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单字 不同的意思来表达 这样英文才会 学的才活 所以 学语言 或者做学问 重点是要活 要灵活 不要去死 也不要死记 也不要死板板 这个意思 这一集讲到这里